据报道,环内地计划向美国购买更多农产品 路透消息提到,中国计划在目前商品价格低时 购买超过3000万吨农产品,补充国家储备 包括1000万吨大豆、2000万吨粟米和100万吨棉花 当中大部分都是来自美国,以兑现中美首阶段贸易协议的承诺